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政府文件 例如陆卡或者他国护照动手 最多只能剪自己国家的护照 不过有网民表示 共产党连外国人都可以控制不被出境 剪达你的陆卡算是什么 还有网民展示 据上海浦东机场的内部讯息 T1航站楼加强加大国际航线安检过程審查力道 发现可疑人员带到警务室备安 凡出现仇国仇党情绪的不如出境 如行李中出现别国荣居卡 大量外币 别国储蓄贫证等 犯存在恶意出境动机的日律当场销毁 各分对领导坑实工作 实足审查过程 严防流亡之语 对此有分析认为 所谓恶意出境就是怕你挟钱而套 据大陆早前在各大社交平台 流传的司法部文件自出 自5月1日开始 公正署要对投资移民申请人的身份严格审查 对外国银行账户股票持有 房地产销售等文件进行所谓严格规范 随后有外媒引述消息指中国已经将资本管制 被空大到移民层面 换言之 现时中国大陆 钱和人已经无法庆意外流 之前闭关锁国的传言似乎得到了证实 对此很多港人担心 他超香港也相同 更加有人担心 李家超上台后可能会效仿大陆 连污招都没收 呼吁大家如果走得就快点走 留多一秒导言多 好了 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都有讲过 为什么会找李家超出来 找个武官 当然习近平有他自己一套的看法 找这个人做特别行政长官 当然不是为了我们着想 也是为他自己着想 这个人是服务中共服务习近平 不是服务香港人 为什么要找一个人 属于国安保安的一个人来做呢 换句话说 中国应该是会某一些的状态 换句话说 当要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一个维持国安的人 有这个背景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经验 就是他拿贓 就会对国家的安全 就是屌尼老妹就很重要了 中共的国家的安全 怎么来不离开两样东西而已 屌尼老妹打压而见人事 是吧 屌尼老妹 将一些的异见人事扣押 不准准他走 是吧 就是屌尼老妹 外 境外的人想进来 不准给你屌尼老妹 去进来 那么 现在的情况 就很忍奇奇怪的 我觉得 我也觉得 我要将北韩事件 摆在一起 就来说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关键呢 就是你整体去看文官一些 面图一些 你就会觉得 就是可能有一个的情况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第一个issue就是 现在很明显 他这个所谓的恶意出国 我都不想什么明白 叫做恶意出国 恶意出国的这个情况呢 原来就是说 不想给带钱走 就叫做恶意出国 在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如果你走 是离开这一个的香港 那么 好了 等我一会 就离开这一个的大陆 原来你又带了钱走的 那就不想给他这样去搞 是吧 你等我一会先 我坐不等到中间 老友 因为 这个位置呢 有些东西顶着你们看不等到 现在听不听到啊 现在听到是吧 现在好吗 有没有问题 OK 现在行不行 刚才是不是 这条片子小声啊 因为它是 录制电视机的 现在行不行 你等我听我自己的声音 现在听到是吧 不不不不不不 很不大声啊 大哥 有没有问题 OK 很不不大声啊 刚才是不是 这条片子小声啊 因为它是 录制电视机的 对啊 很不不大声啊 兄弟 我都要找一些ID同事研究一下才行 我真的没有问题啊 兄弟 我自己听回来 没人想你了 对不对 好啊 没错 没花时间了 是嘛 那 那 好 那 好了 啊 嗯 说回了 就是 有些动荡 那可能 小心 这些人走 就把很多外汇拿出去 那現在我們跟方展博那時候一早就已經批定了 中國的外匯絕對是不夠夠的 那如果更加多些人去走 換句話說更加多的外匯就是湧出了這個中國 很難多人都說上海封城、北京封城 其實那件事主要的issue就是不想中國人離開這個 你老妹的中國拿了錢走 而封城或者武漢肺炎的疫情 無止境地封鎖這個國家 或者是不讓其他人進來 封關鎖國 或者也有一些內亂 那這樣的情況就怕大量的人都會流失這個國家 帶了錢走就更麻煩 所以這個現在看的可能性 我是完全想不想通 你講真的 你為什麼不想讓人離開呢 你如果是以疫情去的情況之下 喂 你是不想讓人進來很正老啊 是吧 你怕外面的人帶了一些髒髒的東西進來 你怕你的印度 印尼、菲律賓進來的中國播毒 怕我們香港人周身髒髒 怕我們這些加拿大人 那些包裹又髒髒 那些人又髒髒 寄些豬肉來又髒髒 那些混蛋 帶下來 這樣搞得我們中國 搞得不行 你不肯被人進來很正老啊 但是你不肯被人走 我就真的很不肯明了 原因是為什麼呢 那時候 那些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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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記不記得兩年前的事情 你們全部衝進來香港 我們就已經說了 喂 一定要封關 不能被大陸躲 借我們香港 坐飛機走 因為你女人死了全世界 那當然有一個林鄭月娥在那裡 那大家都知道 所有之後的事情已經是後話了 整個世界都化了 你媽媽感染了 死了這麼多人 死了六百多萬人 過億人中招 那這一個大家都很了解的 這一個歷史 我不能多說 那但是既然 吵你媽媽 武漢肺炎 在你自己本位出來的 我又不覺得你這麼好死 兩年前 你吵你媽媽 就說人家不給你的飛機來 是歧視 玩針對 吵你媽媽 亡我之心不死 那為什麼你現在 不讓你中國人 去離開你的國家呢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是你講不通的 史詹平 是不是 你怎麼兩年前 就被人走 現在兩年後 又不讓人走 那最好 吵你媽媽 你的國家裡面 有這麼多的疫情 百姓出去 吵你媽媽 等人家 清零 病毒共存 吵你媽媽 補回好東西 吵你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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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這些傢伙 吵你媽媽 個個個都可以 帶了病毒 出去外面 惹到全世界 是不是 那你想一想 根本就是 吵你媽媽媽 沒有這樣的事 由頭到尾 我就不想 覺得 你不想應該 不放人出去 那換句話說 如果病毒的情況之下 你應該就是 不想被人進來 就不想是 吵你的腦袋 不想被人出去 那在這樣的情況 我就覺得呢 這一個呢 那個惡意出境呢 就是 盡量retain 這個外幣啊 或者不想被你的人 就吵你媽媽去走 甚至無裏 有人呢 吵你媽媽 剪綠卡 剪passport 他又說 否認不肯是有這樣的事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沒有辦法證實 他是不是剪綠卡 和剪外國人的passport 或者是本地人的外國passport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收到一個訊息 是堅啪啪的 就是在加拿大 這邊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個大陸的客戶 原本就是想著呢 就五月就回來的了 突然之間 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跟他說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 現在上海啊 不容許 我們出戰了 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這個GPL 都要幾滑銷 是一個是真實發生的事來的 是真是不想被中國人 離開他們的境內 離去這一個的 去第二個國家的 那就是這個 會有一個的情況出來的 那我相信呢 在經濟的層面裏面 第一 在經濟的層面裏面 不能准外閉走 又或者 準備定將來一些大規模的 一些事情的爆發的時候 限制他某一些人的出境 那當然了 這個情況 我曾經跟Jordan 有一個很激烈的辯論 那他說呢 如果有能力的人 就怎樣都可以離開到 這個的中國 那我就 see otherwise 那我覺得 有能力的人 都好像去到林彪那樣 到最後都在蘇聯境內 被人拿飛彈射給他下來 那就是換句話說 準備定封關鎖國 又或者不能准人家 你有沒有帶錢 就是換句話說 經一個的動盪之下 大型的事件之下 大量的外匯的流失 又或者一些的要員 隨時可以離開中國 要封鎖著他 讓他們走不鎖到 沒有那麼鎖兒 這個可能是一個的可能性 那就是另外 來看看去北韓 錢還很好笑 錢現在是說的 那些的鎖養 只是給那些 一千元 二千元 左右的美金 離開匯出 這個境外 加拿大裏面 有很多這些學生 現在 叫苦連天 因為這些鎖養 不是生產 而是只顧著 不肯讀書 鎖好車 那這些傢伙 就靠老家的接濟 那當時 幾萬幾萬美金 加幣 那些銀行 就經常幫他 接這些傢伙 那現在 那些客人 跟一些銀行 投訴 在中國境內 每日限制出境的 這些外匯 是一千幾百 這樣去 你怎麼匯出來 換句話說 你匯五千元 加幣 去這個 匯一些加幣 就是去這個 加拿大 你要分幾批 才匯到五千元 這個情況 好 Anyhow 我們看看這個 金仔的情況 我再跟大家去講講 疫症之後 其實很快就已經連同中國 謝謝 好 回來了 那麼 很奇怪 就是這個 中國武漢肺炎 是吧 就是兩年內 爆到什麼 什麼 Delta 懸祖病毒 爆到 含含聲 金仔都有他的方法 就是 搞什麼 店吃碗麵 是吧 就是逢空化吉 迎刃而解 那麼現在 到現在 什麼 Omicron變種 什麼 病毒 這樣的情況 金仔突然之間 就是 老美 就是 受不了 搞不了 大佬 大佬 各位去支援 或者 whatever 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想起一件事 早兩年前 我們還記得 金仔有些人說 他死了 又說他做手術失敗 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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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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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記不記得,當時差不多是特朗普和Joe Biden的情況 就是爭了總統的寶座時期 當然,有很多的動作在國際裏面出卵了 當時為什麼我說金仔一定未死呢? 就是因為他順德哥情失數二 他這麼順利信服特朗普 現在的大哥、伊雷、陳惠敏不停要他交交鎮 為特朗普添煩添亂 他又不想得罪特朗普 唯有就會假裝病 唯有就是假裝死狗 假裝不見了 等這個情況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走出來 當時他會來不中射一些東西 待會嚇嚇男人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那時候的分析就是 會不會有人逼他 就是要做某些事情 他唯有就是假裝死 假裝不舒服 假裝病 避開一下 曹操炸病 賺曹爽 是吧 就是屌你 就是這個 是不是司馬爾 司馬爾 炸病假裝曹爽 不是曹操 是吧 就是騙了你的頭 以為他真的病 或者有什麼事 不想要他去做事 你都知道的 跟這些大哥 小欣小胃 請你吃魚蛋 請你吃下屌你的腦袋 就是全部家屌 雲吞麵都沒有碗你吃 是吧 最多就是做雞蛋給你吃 叫大哥帶你去跳舞 誇到狗彩都不會帶你去富豪會 來來去去都是西班牙舞廳 是吧 那這樣的情況 跟你這個混蛋 中共死亡多兩前寵 跟你屌你老母的俄羅斯 亦都是死亡多兩前寵 金仔我覺得一直以來 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方針 要行車 用他的方法去做 那我不排除 在他國家裏面 真的有這些疫情出來 而北韓裏面的這些醫療 也都未必是這麼容易去抵擋 醫療措施 防護的東西爆出來 而金仔 今次屌你老母 國家領導人 是吧 就是不想衰得 是吧 這些強人領治 都要戒忍救命 扮忍死狗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金仔用同一個的Token 就是 撥你的街 是吧 不要想屌你的老米西 就是 叫我做這麼多的事情 不要煩咎我 大哥 現在屌你什麼 全身都不能想 大哥現在屌你什麼 你們要搞什麼 你們俄羅斯 中國 你們自己搞 是吧 你要封關 你要什麼 我現在先封了先 因為我現在真是 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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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覺得 這一個是絕對 有這個情況 是會出現 絕對是金仔 你媽媽又拿這個武漢肺炎 你媽媽 你懂得拿疫情環政治 我 你媽媽 何嘗不敢 用這個疫情環政治 是吧 何況 說真的 共產世界裏面 說的那些數字 你真的信他真嗎 今天剛剛看了八十幾萬人 八十幾萬人 你媽媽 中了招 你說死了兩位數字的人 那是不是很嚴峻的事 八十幾萬人神奇發燒 死了二十幾三十人 或者八十幾人 喂 這樣說真的 真是老老實實 我就自己很不想 覺得 有多嚴峻 八十幾萬人發燒 死了那麼少人 是吧 何況 這些數字 就是任你講 沒有辦法求真的 是吧 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八百萬人 所以 我就會覺得 金仔 就是你老妹 可能明顯 就有一些位 又是 又是 你老母 又是這些 dirty work 要我做 你老母 跳舞 你就不會帶我過馬家屋 只是去西班牙舞廳 叫你請我吃餐飯 大魚大肉 你就只會請我吃魚蛋 跟你這班 陷家產 就是你老妹 沒有好處的 所以 我覺得 這個金仔 很明顯 就是假裝了 所以 我自己密切留意 所以 他們沒有什麼 像是 就那樣 金仔 金仔 是否勒 可能 這裡 jobs 全部都大 我自己覺得這次這次的事情絕對是假裝野居多 那些事情的情況就不是這麼嚴峻 所以金正恩這一劑完全不是這麼恐怖的事件 所以我自己覺得金正恩的朝鮮、北朝鮮的疫情 大家不要跟車太疊 不要跟車太疊,又說他很不肯定,死很多人 80多萬人發燒,只有車太疊死了雙位數字 大家覺得是不是很嚴峻呢? 所以大家就看看這次的事情 看看中共和俄羅斯是不是有很多搞作 而金正恩是獨善其身 希望不要跟車太疊,千萬不要跟車太疊 進入他們的局裏做這個爛頭筋 就是搞他們做這些對抗西方世界 反而我覺得金正恩根本就是想投入西方世界裏面 居多拿到美國的支援 那時跟特朗普說得好地地 現在給了他這個陷害羞 拜登就搞亂了黨 另外就是金正恩根本已經一早就跟韓國小孩 但是兩兄弟說搞經濟 大家看看遲些的這個情況 金元稅並不是你說得那麼賓州 那麼笨疾的 這條的魔人捕口呢 我覺得絕對是那個聰明 不會這麼容易被老閘的 所以都是說那句 假裝他最厲害 那我想這次金正恩 絕對是在這個假裝的層面裏面 逃避啊 屌尼老闆 史晶平 就是屈咕他去做一些混蛋的事 你那樣的武器 你死快點 你不要搞細菊 這樣一個情況 好 那看看有什麼話先說 好 剛才我重複一下 封關鎖國的東西又很奇怪 這個匪國移動很奇怪 香港 就是台灣和澳門 傳給他一些電話場地 電話和一些sms 竟然是收不到 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呢 那麼他們就說 以在近日 於兩個省份實施一項新的規定 就是物刑關閉接聽國際 及廣告台電話和簡訊 但是這節加起來 就是逐隻逐隻我們認識 第一加起來我就不認識 理由是什麼 理由就是威防 就是境外的電話詐騙 保護客戶的財產安全 哇 我屌你老母 我打傷電話 收到這些電話詐騙 都是你那些大陸 屌你老母 你好 我們是山間鞋關 我頂你個肺 香港海關 屌你老母 講匪語的嗎 屌你老母 就是你屌你老母 電話詐騙多了 我們現在反過來說 港澳台 握你那些混蛋 你真是屌你老母 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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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客戶需要接聽境外的電話 和簡訊 必須在限期之內 向中國移動 進行確認登記 目前受影響的 有河南 和浙江兩散 那些老友 就拆下 拆下 拆下 又要實名登記 換句話 你如果和境外勢力 有勾結 那你就拆下 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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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要實名登記 他當然要照顧你的 叫 照顧你的信息 照顧你的 所有的 SMS 那樣的情況 那是不是說 換句話 幾樣東西加起來 好像 是有一個的情況出現了呢 是吧 你不到別人 不能排除 去想你們國家 是不是有些的情況 有些的情況出現 是吧 那樣的事情 都可以搞得 那 沒有人會相信 就拆下 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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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 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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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在境外 有人會拆下 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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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見過 Jerkey Trump 還有一件事 你有沒有說到 就是這個做法 其實是配合 之前在大陸 都要逼他們 下載那個 反詐騙的APP OK 我沒有收到這個消息 那我再了解一下 多謝你先 Jerkey Trump 報道也都提過 中國移動的 浙江相關的負責人 要表示 是真的 不肯是流料 不肯是網上的 spam 公司正在 分批發送 轉訊通知阿戶 要他們實名制 如果要接受 這些國際的 或者港澳台電話的需要 在5月20號前 即是還有幾天 還有幾天的直播 今天是10日 所以開通接聽功能 然後發出1.2.1.9 為甚麼不是1.4.1.6 到這個 1.0.8.6 進行這個 確認登記 否則將分批次統一關閉 這樣搞法 國內裏面 如果你有些女兒 有些 有情婦 在浙江 這個地方裏面 麻煩你們 就聰明了 不肯是你打的電話 他都聽不懂 你call 他都不覆覆 那你以為他們 是有孩子 那就糟糕了 好 差不多 說了所有的新聞 那好吧 說多一條 看見今天是星期日 現在又過了3000人 好 我也想說多一條 看看有沒有甚麼新聞 先說 Puffalo說了 Not down country說了 這個 這個值得 烏克蘭馬里烏波爾鋼鐵廠 救烏軍家屬 請求國家主席 習近平 協助首軍撤離 說中國對俄羅斯有巨大影響力 希望習近平介入調停 曾為張不得 俄烏戰士近日焦點之一 東南部馬里烏波爾烏軍的最後據點 亞速鋼鐵廠 仍然有不少傷兵被困 情況嚴峻 首軍家屬在基庫召開記者會 向國家主席習近平求助 他們認為習近平 是現今唯一能影響俄羅斯決定的國家領袖 請求習近平採取措施 協助首軍撤離 而西方繼續聲援烏克蘭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 帶領多個參議員到訪基庫 和總統扎蓮斯基會面 扎蓮斯基形容麥康奈爾到訪 是美國跨黨派支持烏克蘭的強烈信號 而在德國召開外長會議的七國集團和歐盟 承諾只要烏克蘭有需要 會繼續提供軍事援助 並會強化在政治和經濟層面孤立俄羅斯 包括逐步停止由俄羅斯進口石油等的能源產品 以及進一步制裁俄方人員等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批評 西方對俄羅斯發動全面混合戰 難以估計戰爭何時會終結 烏克蘭官方說俄軍正從哈爾科夫撤退 烏克蘭情報部門估計 戰事到8月中會出現突破 大部份戰鬥可望在今年年底之前結束 聲稱到時烏克蘭 將會重奪所有被俄羅斯佔據的領土 包括頓巴斯地區和克里米亞 持續兩個多月的戰事 俄烏雙方都有大量傷亡 在基附市交 烏方人員忙於將陣亡的俄軍遺體 放上有冷藏庫的列車 說隨時可以將遺體送回俄羅斯 不過俄方至今都未有回應 NOWTV記者曾為進報道 好 當然有些網友一語中的 如果習近平採你四婆 對嗎? 習近平真是正宗採你四婆 你求俄羅斯叫俄羅斯 不要想交交陣、撤兵 習近平會不會理你 當然不夠理你 但是為什麼仍然這樣做呢? 這些手段就是先禮後兵 這些手段就是 趕緊再找你幫忙 你不要想不想做 現在趕緊俄羅斯 俄羅斯欺人的腦肉 據稱俄羅斯的陸軍 有三分之一是陣亡 或者是失敗 我不想知道這個真假 因為在這個戰程裏 那些暴律就多到你不相信 大家都在說謊 都不要跟車太貼 但是我就可以 都很理想化地說 主觀願望 希望烏克蘭吃碗麵 而現在這個進程 他們陸陸陸陸陸 你都看下 那些暴律的怕死 你左膠 過幾個現在都去烏克蘭了 證明烏克蘭裏面 就安全了很多 那究竟普京會不會退兵 然後跟著再回到國家裏面 再集結 就是這樣去搞呢? 然後再進攻呢? 那就很難預料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戰術上面 已經是收窮了 比如死亡這麼多 找這麼多的傷亡 寸土都拿不到 還分分鐘現在這樣搞法 你和全世界圍戰 只要他們繼續撲錢 無限金錢 無限的武器 最多的這些勁抽的武器 去到烏克蘭裏面 你繼續這樣打下去 此消彼獎 你剩下這些傢伙 你剩下的籌碼 就不是剩下多少了 好了 人家現在出盾到聲 哀求你 現在習近平給你 抓免你 叫你叫普京搞定他 不要再打 你不敢搞呢? 換句話說 你們有一夥 之後就會搞你 那我想老閘現在的春代 行行到 叫李克強 叫汪洋 叫王岐山幫 又含有奶 又苛冰 又撲風扇 又解不得了 行行到不得了 我自己覺得 烏克蘭這一段 之後 之前和老總也有談過 他變成了 好像在東歐裏面 一個的以色列 然後就浪 將來幫這些 代理人戰爭 頂著他們的全家產 但是我覺得 普京已經收拾了 現在他的樣子 究竟他是打Botox 還是 你老母生癌症 發水腫 大家都很難預料 但是看這個樣子 死得了 死得了這麼多 這些的果絲袋 當然有一眾的藍絲 就說烏克蘭 就聘請了一些名導演 去幫他拍片 去騙人 那你這樣說 你就這樣說 就是大家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 外國的政要 連怕死的道友多 都可以 去到基庫出現 就是和扎蓮斯基 渣破了經濟 又知道 俄羅斯 無論是空中 或者其他部分的地方 對烏克蘭的影響 越來越小 危險的程度大大減低 貝洛西 這些 那些 這些G7 這些大代 又走來 又不肯怕死了 在街頭裏面 亂走都不肯怕 不肯怕 就捉擊手 換句話說 你也知道俄羅斯 對他們的威脅 只是限了某一些部分 而這個刺銷比獎之下 就是修復國土 就是指日可待 是吧 那 Anyhow 先寮者戰 抵想死 我們都很希望 就是 如這條片所講 就是去到到年底前 收回所有 這麼多年裏面 這些的失地 那普京呢 這個聖誕節 挺嚴重的 想不想怎樣 跟國民交代 Anyhow 現在的世界都很混亂 大家都要聰明 大家不要看新聞 就是看一面倒 那我自己 都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繼續堅持 我對金仔的信任 金仔做每一件事 都要有一些很聰明的目的 或者這個毫人保偶 並不是大家講得到 那麼笨拙和賓州 我覺得他現在最重要 就是磁形保態 置身事外 以疫情 就是做這個的免戰牌 那阿習你不要搞咎他 阿保經你不要搞咎他 你倆抱著一起死 就麻煩 快點繼續 OK 那樣的情況 Anyhow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就是都好 在三千人數的高位 結束 那今天也會晚些 會有鱷魚談的 那明天就是 這個的老和 溫哥華 在街上 但是現在外面下雨 我都害怕 我也不知道明天的情況如何 那今天彈球好運 是吧 即是微雨我都會出發去做 做這個的節目 的了 節目的結尾 那記得大家 要訂愛民望 6337-0012 6337-0012 大果的就是6-8個 細果的就是9-12個 大果的就是428元一箱 是吧 那如果要運費 就是60元送貨 那27號到港 28號開始分區派送 那如果你買小的 370加60 就是430元 那歡迎大家 現在就下 order 6337-0012 6337-0012 我差不多時間 要和家人吃飯了 那結束今天的 老闆香港 Morning Glory 那星期三再見 那星期三的大院又下 我就播放一些 以前在剛剛 我去了 The Black City 拍的一些 的片 就播放給大家看一下 那休息一下大院又下 就是可以播放一些 在加拿大的一些 的旅遊的片 一個鐘頭的 這個節目 那希望大家都喜歡 是吧 那香港的老友 那就是在下雨 裡面的時期 就注意身體 或者天氣凍回來的時候 千萬不要亂吹 又或者喝多一點的暖水 保重的身體 在一個光界六尼的世界裡面 大家記住 保持心境開朗 和頭腦冷靜 祝大家今天平安 每天都平安 那也都是說那一句 世去的朋友 我在這裡 送上我最真摯的 這個祈禱 希望你早點 在主的懷抱裡面 得到安息 在你的樂裡面 你們去一個 比我們更加好的地方裡面 希望你們也可以 幫我們的香港 早日 見得到一個光明的一天 希望你們在天之靈 也可以看到這一天的出現 各位失去親人的朋友 也都希望你們 抹去面上 和心中的淚 現在剩下的家人 最重要 多點關心家人 好 今天就這樣 再見 各位MIHK的觀眾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樂魚談只會上傳到 MIHK.TV的網站 和Patreon 子宮會員收看 每月並會上傳 不少於十條的影片 如果各位想繼續支持樂魚談 可以去下列 MIHK.TV的網站付費 和到Patreon註冊會員 查詢電話3955-8673 Whatsapp 9810-887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